大家好,我是信任UP主雞蛋糕 這期解說認牙系列 賊雞蛋精彩喔 求戰!求戰!求戰! 視頻有兩批 一批是詳細版 二批是極速版 大家喜歡哪個看哪個 看完可以對比一下留言說下意見喔 SHIT! 戒海王後仰彎要起跳 鑽腳懸空抬起一腳 握緊完全不顧一切的 用盡全身的力道拔低而起 後頂頭錘 錘爆震打雙飛生猛攻的烈的臉 明顯剛剛戒海王那些 狂呼克彩之害勝利的動作 都是演技 完全是為了再次偷襲烈海王啊 全身都是戲的超級人渣 觀眾們大吃一驚 季海王的折發頭錘 深深地陷入了烈的臉蛋中 烈眯著眼臉部抽搐 鼻子被橫頂門射出血 身體誠實的分泌透明體液 有多痛 沒體現過的人根本不知道 觀眾們大吃一驚 哇! 季海王感嘆喘氣 全身出了很多汗液 看著低頭按著鼻子的烈 季海王開心地說道 烈 只是想著話太無聊了 太無趣了 正是烈在這場比賽以來第一次出血 醫學終於被破了 這也是季海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 直接傷害到烈海王的一次 但是也是偷襲而來的 烈咬牙本緊臉部肌肉 露出了扼殺的表情 死定季海王 季海王愣住了 啊! 烈海王是驅离心翻飛聲大滑步向上跳起 騰飛空中的姿勢十分野性款野 頭部上癢咬緊牙關 雙手入爪 雙臂擺動得十分誇張 可見烈有多氣憤 季海王看到烈又攻過來了 馬上後轉身體後 雙膝蹲下爆頭就擺盔了聳逼凡育的架勢 任牙一盤看戲哈哈大笑 哇! 烈已經跳到了季海王的上方了 雙腳後彎 雙膝朝下 雙臂握拳下壓展開 架勢弱如泰山壓頂一樣 一層層圍觀的觀眾就如同一群圍觀的凡人 在環形燈光的照耀下 烈的身姿更如同天神下凡 乘接爆頭不知懺悔的陰險小鬼一樣 觀眾們大驚失射 砰 烈海王從天而降 急速下落一發衝擊直插進海王的後撈掃 發出了極大的聲響 烈海王小腿內側貼緊大腿 腳板緊貼臀部 腰部大腿膝蓋形成一線 下落的冠心和烈自身的體重 讓這把下落衝擊更具威脅性 烈海王下落的姿態 由優差女中陰落的潰心般參躍 此罩名為蒼羽愧心弱 因此這把大招的季海王緊閉雙眼 心想 原來如此 不管看起來怎麼樣 怎麼慫 這才是最強的防禦架勢啊 烈海王襲擊下落後 馬上抬高手臂 一發走到很低季海王的後背 然後不停連擊垂打 保持防禦架勢的季海王 後背的承受能力是正面的七倍 雖然承受了不少傷害 不過要是正面的話 早就倒下了 烈海王猛烈獨打 絲毫沒停止過進攻 季海王全身對烈顫抖搖擺 喂喂 要這樣打到結束嗎 烈手腳並用瘋狂輸出 招式滑過快如風池電車 殘影如同牌三道海盤正式巨大 而季海王龜縮一盤 補身承受所有傷害 這就是酷生開眼啊 一般的攻擊根本無法破防啊 而烈經過數分鐘氣勢澎湃的攻擊後 停止了進攻 手腳下垂站在了季海王的背後 腸上的空氣突然異常安靜 烈海王喘著氣 季海王低著頭 這畫面讓我不盡聯想到什麼糟糕的事情 烈露出了無可賴可的表情 張開手掌慢慢靠近季海王的後背 無名指小指彎曲 其餘三指展開了手勢 貼緊季海王的脊椎 拇指和食指先的縫隙露出脊椎 觀眾們十分緊張 怎麼了 烈繼續半蹲渣馬 貼緊季海王後背的手伸指使力 烈低聲的說道 原諒我 季海王聽到後冷漢指標 什麼鬼啊 他要幹什麼啊 指劍烈狂狂抬起拳頭 將食指彎曲扣緊 然後將食指第一、第二 指關節的肩部突出 大拇指頂壓住食指末端關節面 形成食指拳 背後發力把力道通過肩部、手臂 傳遞到大拇指後 推送到食指末端到頂尖 扣入了季海王脊椎吹骨的縫隙 瞬間 季海王馬彈張口大喊 痛如刀割穿心 閃電擊過全身 烈的這招食指懸發力用到了暗鏡 所謂的暗鏡 就是從禁止的狀態突然爆發性的打擊力 因為機拳距離很短 也叫做短鏡 不按正確方法長期修煉是絕對不能練成的殺招 觀眾們大驚失射 而烈海王一輪疼痛過後 身體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 雙腿站立 挺直腰板 雙手下擺 季海王也十分驚訝地低著頭看了自己的腳 什麼時候站起來的 什麼回事 嗯? 他大吃一驚 哇 烈海王突然就出現在季海王的面前 神經嚴肅地看著季海王 嚇爆季海王了 什麼時候宣布想轉過來的 完蛋了 季海王雙手舉起 準備在白粗庫盛開眼的同時 糟糕了 烈一發正拳正面急速衝下季海王 烈半噸屈膝 一發正拳直垂季海王的臉部 時間就好像被停止了一樣 季海王這次完全來不及防禦了 瞳孔失去了高官 臉頰的脂肪都被衝擊所衝散 烈直視了季海王 而一滿本來神情緊張的刃牙 突然放鬆了起來 而觀眾們仍然神情迷惑 嗯? 季海王居然抬起雙手 五指閃開靠近了烈的手臂 然後雙手抓著烈的手臂 觀眾們哇哇大叫 烈還是眼神堅定的盯著季海王 啊! 季海王頭部下沉 雙腳已經失去力 到無法支撐下去了 身體下沉 但是雙手依然沒有鬆開 季海王的血液連酬成絲 沾滿烈的拳頭 最後季海王終於雙膝跪地了 但是雙手居然還抓著烈的手臂 季海王失去知覺了 一臉生無可戀的樣子啊 噢! 紅魔神一響 奔出勝負了 烈人羊身時打出正拳的手臂 而那個卑鄙無恥的日本鬼仰頭下惡朝天 跪西台幣的他就像一個跪地球牙的奴隸 在渴望主人的原諒和救贖一樣 獲得這種下場是你咎由自取的 觀眾們強烈克彩 寬呼雀躍 大家都超級興奮 中國最棒啊 中國第一 而烈海王卻皺起了眉頭 感嘆到 全力虧拳 全力一踢 脫掉鞋子使用腳趾 而且連不該使用的要害攻擊也都 呃 在中國武術四千年的歷史上 被稱為天才的人全力的攻擊 你全都承受了 儘管如此 還是執著不肯鬆開雙手 這算什麼勝利啊 說完烈海王抬起被抓的手臂 也順勢把季海王牽了起來 然後一手按著季海王的頁下 並夾著季海王的手臂 殘服著這位失去意識的烈士 季海王 在聖光的照耀下 烈的身軀更加偉大了 烈士之間的敬佩 勇士所謂的全品 戰士該有的情操 在這一個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一幕震撼人心 烈慢慢浮著季海王離場 心想 你徹底手哭住了 鴨雀無聲的會場上 突然有人拍場 然後接二連三 源源不斷的響起觀眾們的拍場聲 掌聲震哲欲龍 大家都被這兩人這場精彩的戰鬥所震撼 被烈海王的高善權品 和人格魅力所震撼 被季海王的頑強鬥志 和許勝的執著所震撼 掌聲如雷框耳斑 像季海王和烈海王的身邊 掌聲當中混雜著框枯聲 季海王你太棒了 了不起 烈海王 明顯大家已經不記得 剛剛還在場上的那個 卑鄙無恥偷襲的日本鬼了 只知道季海王 和烈海王兩位英雄 完成了一場氣與仙男 卓越不凡的戰鬥 季海王 你才是勝利者啊 烈伏季海王到會藏入口 來到了燕牙的面前 烈馬上說道 趕快給這位英雄急救吧 而燕牙卻一臉苦笑地說道 又狡猾又卑鄙 卻沒有人比你更美麗了 燕牙說話的同時想雙手接過季海王的身體 突然 季海王馬上轉身起跳 抱住了烈海王 囂張露出了詭異的笑容大笑 表白說道 喂喂烈先生 求求你了 跟我去日本吧 好嗎 好嗎 一邊說一邊雙手 按著烈的肩膀搖晃搖晃著 烈都愣住了 什麼鬼啊 這個人剛剛真的被我打倒了嗎 烈馬上一手推開了季海王 轉身就走 季海王馬上半蹲吐槽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受傷的人啊 烈被有理愧 越想越不對勁 皺著眉頭心想 好過分的傢伙啊 剛剛倒下 難道又大M式演技嗎 季海王張開雙腿半蹲著 雙掌靠嘴大喊 我不會死心的 而聽到這話的戀 嚴了口臂 果成一團 十分厭惡又不甘心 為什麼剛剛沒打死這個捆蛋呢 用牙牙槍轉身就走 看不下去了 四三居然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啊 唉 回到後台 季海王對日美聯合軍的其他人低頭道歉 都是我太大意了 我們隊伍全身之夢睡了 而怨牙雀說 季海王雖然這樣說對不起你 但是老實說我很震驚 能勝過烈海王的人 即使找遍全地球 我懷疑都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好吧我知道你不在地球上 奧利巴又說到 這是把對手拉進自己擅長領域的心理戰 雖然有點一閃天開 但是真的打得不錯 季海王自嘲地說到 也只能這樣了 唉 小阿里也說這樣就不錯了 下一閃就是懷疑是 嚴密制定十一年後的退休計劃 就跟今年正定制明年退休計劃的我一樣 好吧這一卷的出版時間是2003年 十一年後就是2014年了 正好是任牙道第一跨連債的年份喔 唉 原來那個時候的半員已經決定退休了 退休意味著更接近老人之帶 怪不得會跨出任牙道這樣的狗屎劇情了 可以看出其實那個時候半員已經想好了 犯馬任牙後面的劇情了 不然不會那麼準確的說出自己十一年後就要退休了 犯馬任牙是2012年結束的 時間上其實是挺猛殼的 犯馬任牙真的是巔峰劇情了 我也很想快點解說呢 不過也快的了 過幾個月應該能做得到 希望那個時候我程度更高 粉絲更多啦 哈哈 啊 嗯 很好